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友们好啊 好久没有跟大家录节目了 最近家里有一些事比较忙 我估计得有接近一个月时间了 三四周时间 没给大家录节目了 今天呢 那么咱就填以前的坑 头几期节目我说过 给大家介绍一些非常便宜的赛子 或者是音箱 那么就在上期栏目里边 有一个粉丝朋友 给我留言了 说自己一口气买了两三个 这个非常廉价的耳机 有多廉价呢 就百元左右的耳机 因为它压根就不是发烧友 因为有七点无理由嘛 所以他确实也拿不准说 哪个耳机适合自己 或者比较好听 就寄到我这来了 那么我就借花献福啊 把这几款耳机呢 给大家录个视频 让大家听听 说这几个耳机值不值这个价格 首先呢 就是我拿出来的这个包装啊 这个耳机叫什么呀 叫杰式声 我当时在网上查的时候 确实卖这个耳机的店铺啊 并不是很多 我开始我也没看到那个声字 我以为是杰式 美国杰式呢 后来一看 哦不是 叫杰式声这个耳机 CC1 耳机价格并不贵 百元左右 当然了 它有很多组合 包括各种这个安卓的线呢 苹果的插口线呢 甚至于说在这个小北 不是呢 那价格就高了 基本上就从百元 一直到四五百元 这个价格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耳机 看看这个耳机值不值得一些出销 甚至于说不销的朋友 所拥有 老规矩啊 咱们不拆箱了 还是巴掌这么大的纸盒 看起来比较简约 因为它价格就不贵吧 百元左右 直接就把耳机拿出来了 说实话 耳机的造型 还有配色 确实挺好看 我认为这种电镀色 这种冰凉棒硬的这种金属色 确实是在我的审美线上 耳机正中间是它的商品logo 相对这个设计比较简约 当然了 咱们戴上去以后 我个人认为 由于它比较轻有 所以呢 佩戴舒适感还是不错的 现在呢 我们来说说这个耳机 内部有什么乾坤 不喜欢的朋友 直接进度条 虽然这副耳机啊 并不是很贵 百元左右 但是它拥有了一个 也就是说常用的 HIFO耳机 这么一个双腔体 双磁路的这么一结构 而在镇膜方面呢 它使的是一个 LCP的一个液晶镇膜 对于中端耳机来讲 比较喜欢用这个镇膜 作为单元的这么一个材质 而且它使用的是 一个11毫米的 相对口径会大一些的镇膜 我们以前提到啊 这口径呢 尽量是能大就大一些 最起码对于声音的宽松度 以及中低频的一个表现 是有一定提升的 液晶镇膜嘛 它有一个自身的优势 就是在中频的这个密度方面 要比传统的一些镇膜 要比传统的一些镇膜 中频更好听一些 尤其是人声的一个表现 另外呢 顺畅响应 对于我们听一些动词大词 不修黑搜 相对会更加过瘾一点 同时呢 它还拥有 0.03毫米的极细 CCAV的一个音圈 很显然啊 这种音圈的设计呢 比同音圈要轻 比铝音圈 导电率会更好 理论上来说啊 声音的顺态 声音的一个细节标准 角质前两种音圈 会有一定的优势 还有就是我在 它的官方旗舰店上看到啊 说这副耳机呢 对于曲线的一个调整 还是挺下功夫的 按道理来讲 一些老字号耳机 他们有自己的 独特的曲线调整方案 但是一些新进品牌耳机 或者是技术储备 并不是很深厚的 一些耳机厂商来讲 他们会借鉴一些 哈曼的曲线 在我看来啊 它这套曲线图 基本上走的也是 哈曼曲线的这么一个路数 尽可能呢 像这个曲线方面调整 最起码不会出错 最起码呢 在声音的完整性上 声音的流畅性这方面 是能够得到一些保障的 再来说说这副耳机的线材啊 实际上初段 我看这副耳机 没有听的情况下啊 它最吸引我的是 这套周边配件 尤其是线材 0.78帧的耳机线 它的末端呢 可以是3.5 也可以是安卓的Type-C口 同时也可以是 苹果的Lightning口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 CC1这副耳机呢 在这个价位里 可能声音整体性 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并不是耳机本身 而是它这一些 极度专业 专业到变态的一个周边附件 这里指的周边附件是什么 是它的一些升级线 我跟大家收拾这些升级线啊 接驳起来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你像它拥有308芯 八股的银线 同时又有392芯的 八股顺扭度银线 这就像个文字游戏似的啊 另外它的升级线呢 拥有Type-C口 以及Lightning口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这些套升级线 直接放进了 用小费 把它这么一个繁琐的装备 那么它这些升级线呢 拥有T20啊 T40 T50 T60 诸多的升级线方案 线里边带解码器 这您没听错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的T20升级线啊 使用的是3001SP的 这么一个芯片 也就是说 对于32比特384 能够良好的支持 T40呢 31993 同样也是32比特384 T50呢 CS43131 32比特384 DSD的256硬解 而T60升级线呢 则使用ESS的9280AC Pro 有点意思吧 这一系列的升级线 可玩性还是比较强的 这一点呢 必须给厂家点一个赞啊 物理特型这一块呢 耳机32O的组抗 评响的20到20K之间 标准的一个 数值上的 HiFi耳机表现 下一步呢 我们再来谈谈 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耳机的声音素质 是怎么样的 百元耳机嘛 价格很便宜 我们觉得 它会不会 更加靠近HiFi一些 或者是 纯的一个娱乐性耳机 这个还是得听我们下面继续把它唠 老规矩啊 聊聊这副耳机的三频啊 首先低频方面 低频下浅的并不是很深 低频呢 也没有出现 动丝大丝 扑羞黑糟 这种砸脚面的低频 但是低频呢 渲染度还是可以的 对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电影原声 古典音乐 它的唐音表现呢 多多少少有一些 斯恩海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 它并没有一味去调整 低频的重量 而更加注意的是 低频的素质 这一点呢 可以感受得出来 耳机多多少少 会希望 往HiFi这方面 靠近一点 但是你说它低频差吗 我认为啊 低频属于这种中规中矩的 对于咱们一般的ACG 一般的流行音乐 它的表现力足够了 已经 再来说说中频部分 我认为啊 中频部分是整个三频里的一个亮点 中频呢 相对来说 对于以往的版源耳机来讲 清澈度是有的 而且中频呢 整个分离度 中频整个的结像 交代的比较清楚 我们听一些 中频信息量大的音乐的时候 它基本上可以很清晰的 表现出来中频的一些定位 但是中频的厚度又不是很厚 也就是说 它听女声 要比听男声 更加耐听一些 我们听一些女声的ACG 或者是相对更加欢快的一些 日系的歌曲 韩系的歌曲 它的表现力 要比纯纯的这些 什么赵鹏啊 江志民啊 这种纯男声 要更加耐人寻味一点 高频端 中规中矩 亮点呢 就是中高频的一个衔接 要比中低频的衔接会更好 那既然女声听着比较好听呢 那也就是说 小提琴啊 杨琴这方面 在于版源耳机里边来说 它的表现力 是值得一吹的 但是你说声场 高频的节相 真的很一般 我以前老说 这种小塞子 查耳机的 咱就不聊声场 当然了 你说我拿一万元级播放器推的呢 可能声场会打得开一些 但是呢 得不偿失 对不对 总体来讲 耳机的声音属于清秀 耐听这种类型的 听弦乐 听电影原声 听女声 听ACG 它的表现力还是可以的 至少在这个加倍里边 因为它足够的便宜嘛 但是你要拿它去听这个 不修黑租 动词大词 这个不是特别符合它的这个调性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CTE这款耳机啊 我认为你要提它的缺点呢 实际上 它的耳机并不够Hi-Fi 但是优点是什么 百元左右里边 它听一些清爽的音乐 听一些能够逃生自己情操的音乐 听一些欢快活泼的音乐 这才是它的真正的声音属性 OK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一会儿我们还是拿来 去听一些音乐 接着手机啊 包括流行 包括一些显乐 老规矩 您对这副耳机有什么看法 咱们还是评论区来见 说六号木 你不在乎 第一年 就开始唱了 wenn着手前细 牛公太密 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和你都是在演出 我也不想装糊涂 却又不得不认输 所过的情人 还有谁能够留住 我也只好装糊涂 假装自己很幸福 伤在心里痛 眼泪再也留不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